蔣小姐 校長 各位老師 同行 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書叫做《蒙叔》 作者是錄影堂 出版是時報出版 錄影堂是一位台灣很出名的類作家 她寫的書有些是不像時幣 也有些是溫情的沙漫 這本書是一本溫情的沙漫集 是作者對人的老去 細去 離去的理解和思索 她的文章很悲良 令人憂傷動用 她的文物勢力溫緣 有一種很心碎的感覺 這本書主要分成三部份 第一部份介紹了作者的兒子 爸爸長大之後和作者的疏離 第二部份介紹了作者和他爸爸媽媽以前相處的片段 第三部份主要寫 他爸爸由一個健康的人慢慢地走向衰老 和最後走向死亡 以後我會介紹兩篇 第一篇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目數 他亦都被譽為現代版主自稱的背影 作者的兒子漸漸地長大 在他小時候和媽媽分開的時候 一直會兩步一回頭很不醒得媽媽 但當他去到十六歲 二十一歲 他開始不肯和媽媽擁抱 他開始覺得媽媽有點煩 其實他不是不愛自己媽媽的 只不過在他世界裏面 他媽媽其實進不去 而他媽媽由始至終 都是擔任著一個目送者的角色 目送著兒子背影的靈體 書裏面有這樣的一句 我慢慢地了解到 所謂的婦女母子一場 只不過意味著 你和他的緣分 就是在今生今世 不斷地目送著背影 直走直遠 你站在小路的這一邊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位置 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訴你 陳俊 作者由兒子的背影 就慢慢健身到父親的背影 他目送父親的背影 就在文中出現了三次 第一次就是作者的父親再作者上班 第二次就是他父親在醫院 第三次就是他父親被火葬 這些一切都徵就著作者的狼狼 我覺得這些文章好像一個筆記 記錄了一次一次的目送 我覺得人的生命不長不短 剛剛就有兩種目送 第一種就是被自己的父母親所學送 第二次就是他目送自己的子女 或者放送自己的父親或者母親 其實被爸爸目送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可能每天都發生幾次 我們都很懷疑 但是我們又何時會知道 今次是否最後一次呢 當作者最後一次在醫院探望他爸爸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那次會是最後一次的目送 會否幫我們數著 我們剩下多少次可以目送 我們母親的機會 所以我們是否就不懂得去珍惜這些機會呢 我覺得我們每天都見到爸爸媽媽 不然就不覺得他們有老去 但可能當我們再大一點 可能搬出去住了 到時隔天才回去探望母親或者母親的時候 會不會那時才發現 爸爸媽媽好像催路得很快呢 到時才來真正會不會有太遲呢 我覺得如果我們始終要等到最後的一刻 才去密研去回首才發現 原來我們剩下的已經是這麼多的話 我覺得實在是太遲 就好像已經出電影完了 高中仙匆匆忙忙地講一個電影員 去看最後的一刻 我覺得這篇文章是文化很簡卻 你人看起來很舒服 這兩種的目送 相同的句子 我剛才的那一句出現了兩次 兩次都是告訴我們 他跟作者沒辦法可以追 一種是他跟兒子成長的距離 一種是跟他父親生死的夢靠 作者要追的事都追不到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我們人生裏 每一個的事件 都當成最後一次 這樣才能令我們人生活得無悔無憾 第二篇想分享的文章叫做《變賭》 我們平時在世界各地壓力大的人很多 壓力大的人有很多 例如失戀 學業太難重 或者工作很忙 書裡面就告訴我們 我們雖然我們有時會跌倒 人人都經常叫我們 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跌倒 又說失敗乃成功之母 但書裡面沒有說 平時別人沒有告訴我們 當我們跌倒之後要怎樣站起來 我們怎樣能夠衝破我們心理的關口 然後突破自己的將來 突破自己的難關 能夠站起來 這件事人人面對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這本書就說到 我們在失敗面絕地產 其實人人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每個人修行的路是不同的 我們不能單憑別人的經驗 就以為這些經驗套落自己身上 都一樣可以令到我們成功 我們修行之路的開始 就是我們失敗和跌倒的時候 每個人修行的路都不同 每個人的路都是孤獨的 因為智慧必然來自孤獨 雖然我們的路是孤獨 但我們並不孤單 因為我們有很多朋友或同學 跟我們一起走那條路 雖然我們每個人走的路是不同的 但是我們有很多朋友和我們一起 跟我們有相同的記憶 跟我們有相同的境況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彼此的支持 亦都可以扶持對方 一起走這條路 一起去有失敗 慢慢去成長 最終能夠成功 我今天分享了這本書 多謝Treezy Brown 兩張同學為我們的分享